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為什麼Steven沒有跟我講 他說他在日本所有OLED他都去過了 東京 東京周圍六個主要OLED 結果他都沒有跟我說 會打到放學更多 他完全沒有跟我講 因為你花的是我的錢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不其樂樂頻道 我是Steven的阿西亞 還有我們的寶貝兒子 Rion 他呢因為放不下來了 所以只能抱著路開場 但是呢今天這集影片 我跟Steven要帶大家來放日本的OLED 像我人跟Steven是來到了那個 海兵武裝站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的身後呢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 OLED 這個算是就是離東京市區 你能當日往返以來 算最近的一個OLED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後面 它這個標誌呢 其實我相信台中人應該馬上就認出來了 就是是山景OLED 事實上台灣那個林口 跟台中的那個山景 都是由山景到台灣去開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感覺 非常非常的像 但是呢我相信啦 雖然說品牌一樣 但是因為地點不一樣 裡面的牌子呢 會不會更便宜啊 對 還是會有一些差別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非常簡單啦 就讓夕陽來看個10分鐘的會員 影片這個10分鐘 是嗎 就是讓夕陽來帶大家去看一下 日本的OLED裡面 跟台灣到底有什麼差別 而且會不會更便宜哦 那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戳吧 我們進去Shopping班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地圖 它主要分為一樓兩樓還有餐廳 那它這邊的品牌呢 大概會比其他那種大奧類少一點 這邊大概140家 其實也不算少了 還是會比台灣的 算少嗎 因為清景者那邊是 都是若哥台灣的耶 這邊也不算少 台灣山景有那麼多嗎 沒有 對 可是我說你跟跟清景者比起來 因為清景者那邊兩百多 不要太多 會比類的 正常要花這麼多 真的 今天沒有要花錢 哇 給大家看一下哦 雖然說這個OLED 算是東京市區周圍比較小的一個 它神車它的品牌也還是非常多 欸 你看有Fura耶 然後那邊有Coach耶 欸 Coach有兩家耶 好啦 西亞開始想進去了 我們就進去了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這邊 幾個包都還算蠻多的 它是從的大概多少錢 你可以問它啊 你要哪一個 如果是這份啊 你要問哪一個 不好意思 多少錢 多少錢 7000 5 7000 7000 8000多 你要不要 7000多 我們先去看看 等一下 這塊 剛剛有一個包問了 然後原價我看到它標籤 是寫72000 那邊它是說 就是全店 它有放30%或是加20% 全店打7折 那還有包的話再打額外8折 所以它其實它那個包 這樣下來 剛你看7萬多嗎 對然後打完都是 3萬7000 3萬7000多 3萬7200 其實這樣算下來大概 8000 不到8000 大概7000多 甚至好像接近7000出頭 欸 非常便宜 而且它的包還蠻大的耶 對啦 我們就是因為想說看到大的啊 是Fura的 這個這個 我太久沒來日本 奧列突然覺得好便宜喔 等一下 因為第一家都不能衝動 所以我後面再帶下去 看到其他家 我們可以多看看 接下來呢 我們帶大家來晃一下 第二家 很後期喔 皮夾也有耶 這樣再一個多少錢 來啦 4萬5 4萬5 喔 你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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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多 4000多 4000多不到5000 它如果再打下去的話 就可能3000多就有了 像它這個包啊 價格本來是4萬5 然後打半折就等於2萬多 再打7500 不到4000 大概373 欸 非常便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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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是不知道款式 會不會算到很久 這個我倒不知道 但是價格來講 真的非常便宜 然後看一下這邊 你看 短夾長夾非常多 事實上 因為西亞剛好想換皮包 所以可以讓它稍微過來 好好逛一下 欸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看的啊 這個 有點像那個 像什麼 Coe 喔 對對 是有點像Coe 現在西亞開始會有點感覺 欸 它那邊有拖特寶很多 不知道啊 它賺75000耶 它這個大家看 這個拖特寶賺75000塊 它打對折35000 再打75000 這千多5000耶 好 我們再去下一家 走吧 欸 我剛剛進去那個 Coach 這邊價格真的很便宜 像它那個小短夾 不到4000 它小短夾原價上面是寫多少 4萬多 4萬5 4萬5 然後它打一半嘛 所以225 22500 然後你再打75折 75折 對 3000 超便宜 而且它剛剛那個大的拖特包也才不到6000 對啊 很扯 而且它那個是皮子耶 然後你看這邊還有MK跟KS 再讓西亞進去看一下 它這邊MK便宜到 哇 簡直不用錢耶 像這種大的才2000多塊 這種你在台灣的網站上買 大概都要至少8000多 6000多 它這邊全部都大概只要2000到3000多塊 超便宜的 不過我覺得來到日本買到MK這種 稍微會有點虧啦 我覺得啊 日本那麼便宜就是應該稍微蠻好一點 這個它標19800耶 你看 這麼大耶 不到4000塊耶 19800耶 它本來價格上面寫8萬8耶 真的嗎 這樣你看 這些都不到4000塊 這麼大 你看這邊它就直接把你標出來耶 不到6000塊 上面的5000多 下面的這邊大概 就是大概5000多 超免贏的 欸這邊MK像 就是打蠻多的啊 等一下看一下 就他剛剛一進去的時候店員有給下了這張紙 像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比較大的那種 它有點扣起那種感覺 11萬的話到3萬8 它不到不到8000大概七千多 這麼大的 然後如果是那種小的 那種首帝的 大概都是2萬6左右 2萬7 對 不到6000塊 欸 超便宜耶 你那個之前我買給你那個 我不想看 那麼小了那個才8000 我怕你會 這個很8000 但是這個就要8000的欸 然後這邊8000的 那拼板又超大的 我的天哪 這邊有Nose Face 一樣進去大家稍微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是24,640 差不多剩下多少塊 便宜 算便宜喔 對 因為Nose Face在台灣的話 其實較不容易接近外 欸 我跟你講 好的就是它薄可是它夠薄軟 它藏的是不是比較少 對 它其實也有出藏的在韓國 但是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比較少 日本我不知道會不會出到藏 刚刚一件多少钱 18480 18000 诶 才3000多块诶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厚的羽绒衣 这样是52,360 差不多1万块 52,360 你摸摸看够不够厚 哦 非常厚 比刚刚那件厚啊 这应该是可以拿去穿去滑雪 然后大家看 这边还有那个Nike的诶 它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 这个好像是L系列的 9000块 这个不到2000块 它基本上这边好像 像这种鞋子基本上都是不到2000的 它有这种特别便宜的 才6000块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整个 全部都是断马 你看 总费非常多 那随便抓一双钱给大家看 像这一双 我给大家看它这一双是差不多1400块 699日币 就差不多这和7000块日币 就是1400块台币 超便宜的 因为基本上好像在台湾的outlet啊 我恨死 我们都能看到这很便宜的价 这个才1600 这个才1600块 哇塞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Edita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这Edita鞋子的价格 就单1000块 就是大概990多 全部都是4999日币 按照现在汇率还算啦 差不多就是1000出头 现在好像买两个 还可以在打9折 我要去跟夏商聊一下 不行了 这个价格真的太费费了 我也想买了 给大家看我们两个买到鞋 而且大家猜一看 这么大一袋多少钱 我里面挑出来1800很赛 他这样一双鞋子就是都不到1000块 天啊 好可惜哦 因为我看我们心理家应该在买都会有点晒不下 碎鞋子我们也没办法买太多 我们还会手提 接下来就让西亚稍微去看一下他的包 因为这边的包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有点想让他在这边直接把他买回去 给他西洋的 哦他全部都把他放在那边给他挑 基本上挑的在贵都可能是1万多块啊 这边的包真的 我必须讲价格比起台湾来讲 真的算非常的便宜 大家可以看到西亚的手上呢 已经有个战略品了 根本就是奥客 如果我是刚刚那个店员 我一巴掌帮你掰 那你这人就是在那边看啊 看你觉得自己会有事啊 啊不然干嘛给你们看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边价格真的可以 然后下手再想 所以我现在要再去买那个 花年的礼物 然后还有春节的礼物 还有生日的礼物 还有春节礼物 不好意思 今天这影片非常快 就是西亚的花了10分钟 带大家来逛日本的outlet出品 怎么样 我想你应该有一番心得可以跟大家讲 很便宜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便宜 因为那时候时机本一直说 去outlet 去outlet 可是对我来说 我的印象outlet就是 虽然说是有比较便宜 但是还是有点价钱 结果我后来 因为我看到有人分享影片说 诶 其实有些会打半折 甚至有到一折的 比如说小的钱包可能 只要不到一千块就可以买到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为什么时机本没有跟我讲 他说他在日本 所有outlet他都去过了 东京 东京周围六个主要outlet 我是不是去过了 他都没有跟我说 会打到半折 这么多 废话 他完全没有跟我讲 因为 花的是我的钱包 不是啊 那我就可以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价值可以买啊 没有老实讲 说实在话 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便宜这么多啦 那你还说你六人去逛过 我六人都逛过 可是那时候我是陪人家去逛啦 那你应该也知道说 那个会打车 你不要扯到 我必须老实话 就是 东京周围六个主要outlet 我都去过 但是其实我 没有直接去看价格 但是西亚这次拿仔细比价 是不是真的很便宜 便宜到他自己就赶快买了一个 还想再买 你不要扯到 你不要扯到 outlet就会像西亚一样 现在我们很后悔 还好啊 反正我可以用 反正如果要买 那我怎么就在台湾买啊 我又没差 换你钱 好啦 大家千万记得来日本呢 一定要逛outlet哦 男生一定要主动带老婆来啊 不然你的钱包就会主动完蛋了 好啦 那今天这几个影片呢就先这样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 主要不订阅按赞分享 大家开启想到 也许订阅按赞留言 对我们的支持跟动力哦 那今天这几个影片就这样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